器官移植技术旨在拯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 但是一些带有政治企图的境外反华组织 却对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进行污蔑 甚至编造出谣言来进行抹黑 一会专家就少数别有用心的组织 对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谣言进行了驳斥 11月14号 英国医学委员会医学伦理期刊 发表以色列所谓学者的文章 污蔑中国器官捐献的数据是数学公式生成的 该文章违反了基本的科学常识漏洞百出 引起中国和国际器官移植界的广泛质疑 我也告诉他 作为一个心脏器官移植医生 多想花时间 治疗心脏病人 不要说了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但是我还是想说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 以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 他今天可能讲过方程式 明天可能会讲到这位 比较一个天文的数字 所以不要再 我相信 谣言只与自责 散播谣言者的目的可能是各有不同的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听谣就信谣 真正重要的是要看现实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我也亲眼见证了中国在过去五年当中 各大医院在器官捐献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 我也亲眼见到了 无论是去世后捐献 还是国体捐献 其实都是中国正常的公民 所以即便有谣言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听谣信谣 澳大利亚格里费斯大学 坎贝尔弗雷泽教授 曾多次到中国考察 他表示 一些组织针对中国器官移植炮制的谣言 是没有依据的肆意污蔑 恶意散播这些谣言 他们背后的动机就是希望造成中国国内的不稳定 但实际上 如果你看到他们宣传的这些内容 在过去的十多年没有什么新内容 只是反复老生常谈 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 而是未来可能发生什么 中国无论是在打击非法获取器官 还是在打击移植旅游方面 都起到了一个领导者作用 如果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追随中国的脚步 我相信这些不法活动在全世界肯定没有立足之地 研讨会上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主任王海波 向与会专家介绍和分享了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工作体系与相关经验 用事实数据和案例 驳斥了个别组织对中国器官移植的抹黑和攻击 我们每年的几千例的器官捐献 它不是一个数字 它后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它后面是一个家庭 它后面是一个故事 这些故事是我们整个中国社会一个共同的记忆 在我们这个大数据的时代 它是会被记录下来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大数据的时代 我们得益于它 我们做好器官移植的监管 它的谎言重复一千次 仍然是谎言 我们的谎言重复一千次 我们下来的谎言重复一千次 我们下来的谎言重复一千次 我们下来的谎言重复一千次